海盔颱風持續進逼 我們看到氣象局在今天下午兩點半 公布了最新的路景範圍 除了花蓮台東之外 也宣布這個擴大範圍到南投 嘉義高雄屏東以及恆春半島 而颱風海葵的路徑更是好幾遍 到底接下來如何影響我們呢 要交給氣象主播舒芮 首先告訴大家幾個比較關鍵的時間 在今天入夜的這段時間 它的暴風圈會開始接近我們東半部的近海地區 那麼預計在明天清晨的時候 它的暴風圈就會接觸到陸地 而中心點登陸的時間 目前看起來會是在明天的晚上 也就是說明天到週一這段時間 會是颱風影響我們最為劇烈的時候 一旦你來看到了 過去三個小時呢 其實它移動的距離大概是50公里左右 那麼時速是每小時17公里 但是慢慢的會稍微轉慢一點點 可是持續穩定往西 暫時是沒有偏北或偏南的一個狀況出現 可是因為這邊的海水量 熱含量充足 再加上這個垂直風切小的關係 所以它預計還會再稍微增強一點 暴風半徑也會從150公里 有機會再變胖一些些 所以說目前看起來它可能就是會以中台滋滋影響到我們要特別提醒的是 現在雖然好多地方都看起來無風無雨 甚至還有一些太陽出現 尤其是在北部地區 可是隨著它越晚離我們越接近 我們可以發現這個雲帶有越來越靠近我們台灣本島的一個趨勢 也就代表說越晚雨是越大 而在稍早的時候呢 中南部地區天氣不太穩定 午後有一些的對流發展起來 所以開始出現一些降雨 但是呢 主要受到颱風影響的降雨會是在明天跟週一兩天 可以看到主要的就是在東半部地區 紅到發紫代表的是這個一整天的累計雨量 是有可能會來到豪雨等級以上的強降雨 也就是說或許有機會出現200甚至到350毫米 而且包含在整個南部地區 雨勢也不小 到週一的時候 東半部地區同樣還是主要的一個降雨區域 而另外呢 在中部以南甚至在整個北部地區全台都會有雨 不過要特別提醒的是 因為已經很久沒有颱風來襲了 尤其是在颱風登陸之前 花冬所承受的風雨會是最大的 因為颱風登陸之後它的結構稍微被破壞 所以說呢 在登陸之前 風跟雨反而是最大的 因此提醒南雨綠島 還有東半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一定要嚴加戒備作恨 好 謝謝蘇瑞 再請教你 怎麼看說海龜颱風的暴風圈呢 也預計說在明天的清晨5點 就要接觸到花冬地區了 有哪些地方是要特別留意是暴風圈涵蓋的範圍呢 好 沒有錯 我們接著帶您來看到了 其實這一次它的路徑是直直的往台東一帶要來直撲 目前看起來路徑會有大幅度修正的變化是很小 所以說依照暴風圈清晰的機率呢 我們也帶您來看到包含在台東 綠島 蘭嶼 屏東都有高達9成 另外在嘉義以南的區域包含了台南 高雄 恆春半島 屏東 也都在8成以上 所以說基本上這一次在整個南部地區可以說是首當其衝 而其他縣市呢 越往北機率是稍微偏低一點點 所以說我們也看得出來這一次的路徑涵蓋範圍 跟剛剛的這個趴數也很相似 除了第一波的花蓮台東之外 在兩點半的時候還擴大到了南投 還有嘉義 高雄 屏東以及恆春半島 也代表的是這一些地方 接下來都有很高的機會受到海魁颱風的影響 而且隨著它逐漸接近也不排除 比如說像是台南 雲林地區 也有可能會納入警戒範圍之一 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別留意 而另外這一次的一個總雨量預估也幫大家做個統整 要特別留心的是宜蘭 花蓮 台東 這一次在山區的累積雨量是有可能會來到800到900毫米 再代表的是說山區的水的含量很高 是有容易出現比如說攤方的一個風險 提醒大家是不要前往山區 平地的部分也很驚人 是有機會上看到500到700毫米的 另外南部地區的平地可能最高來到600毫米 那麼山區甚至是有機會來到700毫米 也就是說這一次東半部南部地區的雨量真的是非常驚人 坐狠 而根據各國的路徑預測 這海魁颱風恐怕還會大回轉二次的登陸台灣 甚至還可能朝著台中猛攻嘛 怎麼回事要再請教書瑞 好 沒有錯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說法呢 我們先來看看主要是因為各國的模擬路徑現在都還是有很大的一個分歧 主要是我們來看紫色這一條美國 它認為很有可能在我們台東登陸之後來個回馬槍 接著通過巴士海峽又回到太平洋的位子 那麼歐洲模式則是認為它有可能登陸之後 接著在海峽的部分繞了一圈幾乎可以說是回到原點喔 但是我們都知道其實國外的模擬預測路徑它會有很大的變動性 所以說在每一報的預測上都有可能會有出現不同的一個狀況 可是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子去預測是有原因的 我們來看到主要就是因為它目前來到台灣海峽之後 我們可以發現幾乎可以是幾乎說是滯流打轉的一個情形 就是因為在進到台灣海峽之後它沒有明顯的導引氣流 再加上它跟蘇拉是位在同一個大低壓帶裡面 沒有導引氣流的狀況底下它就會在原地打轉 而且我們還要高度關注的就是後面菲律賓東方海面 這一個熱帶系統假如它有發展的機會的話 或許它是有可能會稍微牽引或是影響到海魁颱風 再加上接下來海魁颱風它登陸之後結構受到破壞 未來的路徑都還有很大的變數 以及接下來我們說的太平洋高壓它的強跟弱 也都會牽動到海魁颱風的一個路徑 所以為什麼海魁颱風的路徑一修再修一遍再遍 就是因為現在包含太平洋高壓 還有整個太平洋上面大低壓帶的局勢非常複雜所導致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